拜登签署的中国无人机禁令已经执行了三个月 就目前来看这个禁令仅仅是签署了 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去年年底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4财年的国防授权法 在这部大型年度国防开支法案之中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条目 那就是在2024年 美国禁止购买或者使用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所制造的无人机 换句话说 今年美国禁止使用中国无人机 当前中国无人机在美国无人机市场占比高达85% 美国国会多次向五角大楼下令禁止从中国购买无人机 只不过这些限制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不管是美国的海军陆军陆战队 都表示中国的无人机相对美国的好用多了 结果就是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购买中国的无人机 现在拜登重新下达了更为严格的禁令 也就禁用中国无人机 这次他的行动有成功的可能性吗 从拜登签署禁令到今天已经三个月了 这个禁令确实有点效果 中国无人机的市场占有率在最近几个月确实大幅下降 只不过这个效果你要是细算的话 只能说是如有 就目前来说 美国找到了几个方案 规避掉了拜登的无人机禁令 首先第一个也是最有效最经典的方案 那就是找一个退役将军 然后在德国成立一个空壳的科技公司 再让这些公司去购买中国无人机 把中国标签撕了 重新涂装一下 尤其是要涂上德本的logo 然后就变成德国产的无人机 以十万亿态的价格买回美国了 那当然了 五角大楼对这些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嘛 那只不过一个售价 不过七八千美元的无人机 到美国时候里变成了十万 他们也不爽 所以这些人还有个后手 那就是把这些十万一个的德国无人机 转手以军援的方式出售给乌克兰 翻到三十万美元一架 哎 这样五角大楼购买德国无人机的时候 造成的额外支出就给磨平了 美军得到了无人机 乌克兰得到了军援 美国军火商得到了利润 中国卖出去了无人机 没有任何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当然也有一部分企业 没有雄厚的背景资本和实力 搞这种国际军火二道贩子行为 那他们最多就是弄一弄洗澡大闸线嘛 一般搞洗澡大闸线的 都是美国的中小企业主 他们进口无人机的方式呢 是从中国买来无人机的拼装零件 那不买整机 然后呢 在墨西哥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等地投资建设无人机总装厂 再把从中国买来的零件 放到墨西哥进行总装 最后装出来的就不是中国无人机 是墨西哥无人机了 此外美国还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重新定义中国无人机标准 有这么一件事情呢 中国人和美国人达成了一个惊人的共识 这个事情就是任何中国生产的设备 只要有一个零件不是中国的 那就不是中国制造 比如在中国不可是C919还是运20大飞机 只要有一个零件不来自中国 那就会有公知 还是这个不算中国制造 那与此同时 在美国 只要美国人购买的无人机 有一个零件是美国原装的 那么哪怕这个无人机 其他零件都是中国生产的 那这个无人机也可以不算是中国无人机 有一说一啊 这个美国想要保护国内产业 依靠禁令是没有前途的 就目前来看 该禁令只能影响到美国的政府采购行为 而且就算是政府采购行为 里面有太多的漏洞可以钻了 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扶植替代的国家和产业 设立美国政府内部的无人机专营 只不过现在美国呢 在国外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跟中国相提并论的工业生产基地 毕竟中国这边的工人不少 教育水平不低 工资相比于发达国家也处于低位 比中国工人多的 那这水平不行 水平行的呢 这个价格又太高 价格比中国低的 这个工人技术和人口数量又比不上 如果搞国内专营呢 美国又没有足够的内部政治影响力 所以不管拜登你签署多少禁令 那美国呀 都是不可能摆脱对中国商用无人机的依赖的 感谢观看